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新智劳退基金去年赚了2836亿 这个收益率将近10% 劳保局今天说呢 收益金额已经全数拨入 劳工退休金的个人账户 其中过半数约673万户 分配的金额超过1万块 另外有这个149万户 这个分配的金额是超过5万块 那这个超过5万块呢 就代表说他这个投入的本金是比较多的了 所以大家当然就分比较多嘛 这个去年赚了2836亿的新智劳退 那我们知道劳退有新智有旧智 所以这个新智劳退 就是所谓的个人6%提波 加上老板帮你6%提波的这个部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一般很少个人6%提波 因为我很多场合我都去问 这个比如说我就去演讲 然后很多场合我都去问说 你们在座人有提波6%人请举手 大概100个人里面就是三四个 四五个 那个比例很低的 不到一成的比例 我知道最近这几年这个比例有上升 但是仍然还是不到一成 那大多数人就说 我这个月都不够用了 我还去提波6% 没想那么多 那我们在节目现场的是 Smart制服周刊的社长 郑峰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同时也有开放直播 这个YT的直播 郑峰你好 木豪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有提波6% 有有有 我从可以提我就提了 所以我其实也蛮鼓励大家 就是说如果真的你 有这个能力的话 就是有能够省下这笔钱 尽量提这个6% 其实是不错的 你会不会怕说这个股市大跌 然后你这个提波的钱都损失 说实在 我从我提过6%之后 我从来没有去检查过我的账户 不过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因为第一个 它政府有保障最低收益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虽然它的收益平均不会太高 可是至少它是一个复利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长期的投资里面 你只要是每年都是正数的话 累积了个十几二十年之后 就是一个很惊人的效果 即便它可能平均年报酬率 就算只有4-5% 但只要没有是复数的情况下 它创造出来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政府有保障最低收益 它好像就是以那个定存 我记得是两年期定存 就是那一年如果是没有收益的话 它会用那个两年期定存 但它如果说亏很多的话 它其实政府也要拨补吗 这个我不太确定 但是因为也是因为它会担心这个部分 所以它在做这个投资策略的时候 会相对保守 所以为什么你像这几年 不是股市平均的报酬率都20%以上 可是你去看它报酬率就不会这么高 今年就没了 它就不会做这么积极的投资 因为它有很多钱是放在内定存 它比你还害怕 它就说他们万一做得不好怎么办 对它也蛮多钱是放在内定存上面 那今年我看就是没那么好投资了 因为今年一月 这个劳动基金 就是说新制劳退加旧制劳退 还加了Lily Coco一些基金 全部加起来叫劳动基金 总共已经亏了一千多亿了 一月就亏一千多亿 那二月三月现在还不知道 那大家就看看今年到年底 还能再这样赚吗 今年实在不要讲说个人投资了 法人投资都非常困难了 那至于说昨天的大停电 蔡英文总统今天去高雄新达发电厂视察了 同时向所有的老百姓表达她的歉意 她说她要要求行政院在最短时间里 彻底调查事故原因跟疏失 同时强调政府会负担起重要的责任 对既有的电网设计进行总体检 以达到提升电网分散跟韧性的目标 那但因为今天整个事故的原因 由经济部次长来简报了 他说这个事故 其实有人为也有 这个新达电厂本身设备上的问题 他说这个新达电厂比较老旧了 所以有设备上的问题 也有人为操作了 先是人为操作 是不是在造成了电流乱窜之后 这个设备也没阻绝掉 这个讲实在的 国家每一年播了多少预算 在这个电历上面 你说设备老旧 你这个话说了过去吗 这个预算是丢到水里去吗 我不晓得郑峰你怎么看 这个百亿损失 我觉得这个 百亿损失 电网这个确实就是 尤其是在近几年来 因为其实全球在走一个趋势来 就是碳中和这个趋势 那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要加速达到绿能的提高 所以就产生到 有一些能源衔接不及的情况下 那有时候就为了要 满足这个现状的供电需求 就造成可能在设备上面的维修 或者是更换上面 不是那么的到位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这个其实还是希望 尽可能就是希望 在台电方面 能够在这边做得更好 因为毕竟确实 不管是民生的不方便也好 或者是企业的 这个产生的商业损失也好 这对大家都会有很多的 不方便产生 那当然这里面 有一些比较为难的地方 如果你要做绿电的比例调生 可是能不能尽量 把它这个衔接做得更好 我想这就是 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那当然站在企业界 他们会很担心说 电力的供应稳定的问题 因为这个电力 其实基本上就是生产要素 如果说你这个生产要素 都搞不定的话 你就不要搞经济发展 对不对 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一般讲生产要素 劳动力土地能源 这些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 你生产要素搞不定 你说经济要怎么发展 那都是骗人的 特别是未来几年 因为台湾在这个 尤其是半导体业大投资的时候 半导体业的用电量是非常大的 那我想在既然已经把这个 半导体用电的需求 的road map都画出来 那这个供电的供给的road map 应该也要做得更明确一点 因为不然这个到时候 如果衔接不上的时候 这个缺口一旦拉大的时候 你对这个设备维护 定期的设备维护会产生更大的压力 那你只要产生更大的压力 这个造成故障问题 可能就会几率就会更高 那个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 台北雾霾就开始严重 你知道为什么台北雾霾严重吗 因为星达挂掉了 所以中火火力全开 中火火力全开 所以整个台中现在就是灰茫茫的 然后台北也是灰茫茫的 所以说这是都有连带关系的 你说一个电厂挂掉 星达是一个大电厂 它是一个很大火力发电厂 它挂掉之后 其他的就要全力的去滋补他 就支应他 那去全力支应他的话 那个火力全开 中火灯一开 整个雾霾就出来了 而且听说今天下午三点 台电就开始在降压了 又开始在降压了 所以今年夏天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不缺电的神话 会不会在今年夏天破功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这个不是只有电网 所谓南电北宋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人为疏失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设备老旧的问题 而是整个能源政策的问题 好那这个问题 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 Smart制服乐 看这一期的封面报导故事 叫做市场大变局 这个市场变局下面 郑峰你觉得 投资人该怎么因应呢 因为今年其实讲实在是非常不好的一年 各种的问题 然后战争 全部都在这个年初就浮现了 那我们本来今年预期 可能今年最大的变局 就是通膨可能会不会继续的恶化 然后联准会升息 带动全球升息之后 会不会造成停滞性的 这个成长的问题 那这没有想到是战争 接下来又发生了 这个战争发生了之后呢 把原本我们的通膨的问题呢 有可能弄得更严重 所以他这个变局就会变得更难解决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联准会如果要更积极的 照他原本的计划 要积极一点的升息的话 那势必可能是不是会造成 在战争的压力之下呢 会对经济复苏有一些压缩 那联准会可能如果又 因为这个好良 不敢在升息的脚步上面 维持他原本的积极的步伐 那通膨可能会压不下来 那通膨压不下来 那就真的是变成停滞性的膨胀 那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一旦通膨继续的升高 像这个二月的欧元区的通膨 已经来到5.8 这个很5.4 这个很惊人的数字 那接下来 如果美国新的通膨又继续升高 那联准会又陷入一个两难的难题 那这种当因为通膨过高 而经济成长 又因为某些因素而受到压抑 譬如说我们现在有战争风险的问题的时候 各种复合因素产生的时候 就有可能产生更大的一个麻烦 这中间最大的麻烦就是资金的移动 我现在最比较担心的部分 就是这个资金的移动最终 会不会造成一个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很大波动 而且这个波动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最近我觉得 你说什么资金移动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大问题是 过去两年来 我们看到的资金的移动的这个布局 大致都是往 第一个是成长产业布局 跟这个美中的这个战略对抗的这个布局 但接下来这一年 如果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产生的这个效应 使整个全球对战争风险的评量 重新评估了 事实上其实我们也不会说 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前 我们可能几乎觉得99%不会增打 就是一个极限施压 但现在发生了之后 大家会发现 好像什么样的事情的发生的可能性都提高了 那金融市场对这种激励突然大升 从不可能到很有可能发展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折价的反应算进去之后 他会在资金上面做一个全球重新布局 尤其这个资金的流动 他可能会越来越往美元资产靠拢 那我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他偷偷的美元一直偷偷的在上涨 偷偷的上涨代表的是资金 不想被你发现他在大量的移动 但是他缓缓的在做慢慢的移动 那这个是最可怕 就算说我们在股市里面最怕的不是跌停板的股票 我们最怕是跌不停的股票 如果他趋势一直往那个方向走的话 那你真的要很担心 你有发现最近台股有一些跌不停的股票吗 确实是 那这些特别我们就说一个 越套越深 最现实的 台湾的护国神山 绩效最好的台积电 最近很弱势 那这个反应 今天破600 对 这个实在反映的是什么 台积电的基本面有变差吗 没有 那台积电因为这个 最近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可能也有收到更多的转弹 也有可能 但他还是转弱 这个等一下我们请一下庆龙哥来一下 越跌越美丽的台积电 现在已经跌到这样 是不是值得买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什么自负约看的林正峰社长 正峰刚刚说呢 很担心 这个所谓的跌不停 而不是跌停 这个天天跌 慢慢跌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跌法 才是会真正让投资人 套死的一种跌法 你说这个持续性的跌停 大家会怕 这个很快就砍出去 但是这种下跌呢 慢慢跌的 你可能就是温水煮青蛙 在里面被烫死 你都不知道 那刚正峰是举台积电为例 因为今天台积电 再跌了7块 跌幅1.16% 大概就跟大盘相当的跌幅 成交6万3千多张 今天股价跌到了595块 本波段的高点 就是今年1月17号 台积电股价是688 跌到今天呢 595 这个已经跌掉了 买100块了 大概90几块钱 那台积电这样跌 事实上也蛮麻烦 为什么 因为它会关系到整个台股大盘指数 而且台积电现在目前的短均 都呈现了几乎下弯 除了季线走平以外 你看到它月线下弯 十日线下弯 然后五日线下弯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 而且今天股价是破底 而且是带量 那刚正锋又谈到了说呢 美元指数已经升到两年新高 开始见到这个美元悄悄在升 是似乎资金慢慢在外移 移出去的一个味道 这个文其实也有证据 我今天正好来看一下台币 今天收盘 我跟各位报告 今天台币收盘是贬5.5分 单日贬值幅度是0.2% 如果我们看全州台币贬值的幅度 是0.34% 贬了9.4分 今天台币的汇价收在28.115 还记得吗 去年台币最高的时候 大概是27块半 你也发现台币已经从27块半 开始悄悄的一路扁破28 然后到今天已经破到28块一毛了 这个台币已经开始走一个趋扁的走势了 这是很明显 呼应刚刚正锋所讲的这件事情 那同时我们现在开放一个线上的投票 因为我们YT上一个线上投票 如果各位要投这个票的话 你可以到YT上看我们的直播 你可以顺便投票 投什么票呢 就郑峰刚刚讲的台积电 那我们就问大家说台积电 现在跌到这个价位是一个价值买点吗 这个到底是或不是 等一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宣布这个投票的这个情况 那请教郑峰 那个从台积电 从这个资金的挪移 你刚刚谈到这个资金挪移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趋势 你个人是这样怎么看呢 我先讲一下 其实这次在俄乌战争发生的两三天之后 我们就第一个先去看 因为其实第一步先移动并不是股市 其实是债市 因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是债市 那其中最伤害最深的就是星星债市 是第一波 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 在一些重要的ETF指数里面 俄罗斯的这个 在星星的这个债券指数里面 它常常占到了8%到10% 那这里面可能 对乌克兰可能还占了4% 那这里面呢 就会造成了 尤其是 本来刚开始 对这些债券后面有可能 有不能常债的风险的折价 但到后来 因为俄罗斯遭到金融制裁之后 你甚至连交易都不能交易之后 它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所以你卡住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资金 卡住了全球重要资金之后呢 其他所有的金融资产呢 还能够流动 有流动性呢 就会开始急着变现 然后急着变现之后 他们要走到哪去 他不可能变成现金放在银行里 法兰资金是不会干这个事的 个人资金才会说 我们把它变现回来 赶快存在定存 我比较安心 法兰资金要赶快找个地方摆 所以他一定会找一个 未来一段时间内 他觉得内心最安心的 不管是股市或在市 但这个资产呢 要他的币值能够让他放心 而且他 然后另外就是他这个标的呢 也能够让他相对安心 但收益率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考量 也就是说 他会找到一个比较优质 稳定的安全性比较高的 那当然美元资产就是其中 目前来看 在这个全球的战争质量风险提高的情况下 美元资产就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去处 至少 现在应该没有人觉得有人敢跟美国打吧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普京可能听到这段话 他会有一点 有一点不同意 确定是 确实是 我们完全无法预设普京的行径了 但是说要主动去打美国这件事 可能 他主动是不会的 除非这个 美国跟北约进兵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是一个被动式的发生 当然有可能 但主动式就比较可能 你们赶进来的话 我可但之后 所以拜登也是讲得很白 我不会进去 拜登也讲很白 对 普京也讲很白 拜登也讲很白 对对对 现在真的就 我觉得乌克兰人民是 真的是辛苦可怜的 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可是现在很担心 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趋势 是有点令人担忧的 就是说 看起来战争有点僵持化 然后持久化 持久化之后 那就变得很麻烦 就是持久化之后 这些资金会慢慢的暂时抽离 这个这边周边相对的危险的区域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会受到风险的波及 所以你大家都会放在可避险的地方的时间就越长 那这个时间越长呢 流资金流过去的这个靠边站的效应就越大 那这个是最大麻烦 就会造成所谓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跌不平的现象 他纯粹并不是觉得你的公司不好 就算他不觉得台积电不好 他只是觉得 这时候他有点 他对这个风险的害怕程度提高了 于是他就先撤 那进入到美元资产 那美元资产是放现金吗 这个美元资产怎么避险呢 比如我讲一个ETF了 叫TLT 我想我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个ETF 这个ETF是iShare20年期美债的这个国债的ETF 那这个ETF再来讲美国国债不是最安全的 美元资产吗 那今年这个ETF他的高应该这样讲 去年他最高在12月初的时候 他涨到过155块钱 到这个昨天最低的就美股周四 他跌到了137 他带的跌幅也超过10% 连美债从去年的12月的高点下来 他都跌了10% 事实上美债是照理说呢 今年美债应该是要不好的 因为主要在升息 升息的状况下 美债应该是要下跌的 可是在这个这段期间 你会发现他突然反弹 你如果去看 他就只把他拉近到最近几天的话 他甚至有点 他甚至拉近到最近 你甚至发现他有点疯狂的反弹 那是纯粹就是资金在避险过去 因为其实如果你假设 只考虑单单的升息这件事 他不应该 他应该继续往下跌才是 可是他偏偏因为战争而反弹 那接下来就变得很波动 因为有两个不同的变数 同时在作用 一个是恶务战争的效应 一个是连卓越 即将就要升息的效应 那这两个碰撞在一起 会形成一个 大家很难预测 他最后会得到谁的结果 就是谁会这个因子会比较胜出 所以我觉得现在连国际间的法人 都变得很痛苦 好像自己在跟自己打仗 就是好像国债呢 因为升息我应该逃避 但是战争风险 我又好像要优先放进 美元资产的债券 因为毕竟美国国债是 安全性最高的资产 那这两个因子到底谁会赢 我觉得确实还要再看一下 这个战争后续发展的状况 这个战争非常有可能 会变成是持久战 那站在莫斯科的角度 他是希望速战速决 可是看起来也没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上除非乌克兰的明星世纪 在第一刻就崩溃了 但没有 现在看起来乌克兰的明星世纪 也是很强热 他占据这个核电厂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明星世纪崩溃 因为他把整个电网断掉 基普还没停电 很多网友昨天暴动 说基普没停电 台北都停电 这个当然不能扯在一起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说 万一整个战争持续的 拖久打久下去的话 整个全世界经济 金融市场完全 陷入下去的可能性 也不是没有 对 而且最大麻烦就是 欧洲会第一个受害 美元因为受到资金 逃移到美云资产的现象 可能还会撑住 但欧洲势必是一个 受伤害 最后赶快 震锋给我们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建议 现在目前该如何 处理我们手上的资产 股票卖一卖吗 还是说进入到美元 先放现金 我个人是在觉得 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内 股市应该还不会有 太大的回档 但你要注意到资金 是不是有这种质量 那当然美元的资产 像美元的股票 也是还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好 那但是这个股票胜选了 我们这个投票结果是 价值买点的52% 4个48 交通安全一定强 看起来是大家觉得 是台阶上有信心 超过一半 有超过一半的不错 大家还是 还没有害怕 我这张也没有 这张是 这张是 我这张是 外面的 我是 感谢观看